華航的罷工風波 其實它不是第一次了 它當時第一次通過合法罷工 是在國民黨執政2015年的時刻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我是參與 罷工協商的成員之一 那麼那個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剛好遭逢到2014年 憲市長選舉的大敗 2015年馬上就要面對 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所以執政黨 國民黨 認為無論如何 都不能讓華航罷工成真 因此我們在當時的工會 通過了罷工的合法決議之後 我們就開始展開協商了 但是政府基於它的角色 它沒有辦法直接協商 華航基於它是資方 它也不方便直接協商 因此他們拜託 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我 而剛好我的選區又在桃園 所以我代表了政府 或者是代表了華航 先跟工會做第一步的協商 我之所以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想要告訴各位說 其實只要你願意協商 不是沒有辦法的 今天政府講的這些官免 彈簧的話 說我角色不方便介入 我跟勞方跟資方的問題 我不方便處理 這根本就是鬼扯 如果今天政府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你有一大堆方式去處理 我記得非常清楚 當時為了要跟工會來協商 我們去跟工會聯絡 請工會到我的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然後初步了解工會成員的意見 而且我們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能夠完成這個過程 在整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大概至少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我們了解了對方的意見 我們帶回去了解華航 能夠接受多少 能夠處理多少 政府能夠做多少的調整 我們又再度的再跟工會溝通 然後工會再把這個意見 帶回去跟成員來做協商 這樣來來回回 大概至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今天台灣人民要問的 第一件事情是 華航工會罷工這件事情 它不是一個突發的事件 早就已經有預告了 這幾個月政府在做什麼 民進黨的政府人都去選舉了嗎 選到忘記有這件事情了嗎 忽然之間工會罷工了 現在才要協商 現在才開一個辦公室說 大家可以坐下來談 在真正罷工開始之前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為什麼不完成這樣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關鍵的問題是 在做協商的整個程序裡頭 大家一定要問的問題是 誰是最終的拍板決策的負責人 就是所有的工會的訴求 究竟是華航董事長決定就可以了 還是要到交通部部長決定才可以 當時國民黨執政的時刻 是華航董事長跟華航總經理決定 就可以了 那麼交通部部長願意來做配合 我們確定了到底誰是最終拍板決策的負責人之後 我們開始做協商 然後把所有工會的訴求 跟當時的華航總經理是林彭良 我們來跟他做溝通 當他決定說這些東西有多少比例是華航可以接受的時候 我們才安排華航資方跟勞方正式坐下來談 當他們坐下來談的時候 其實早就已經有共識 早就已經有默契 早就已經確定有哪些東西是可以解決 有哪一些東西是慢慢解決 有哪一些東西是短時間之內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今天民進黨在處理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完全是荒腔走板 把兩個完全沒有共識 甚至事前都沒有經過溝通的兩群人擺在那裡 當然是劍拔弩張 當然是火藥味十足 而且還說要開放直播 第三個關鍵的問題是 到底飛航安全跟成本效益哪一個重要 如果各位看一下 這次華航機師公會他們的訴求 他們的訴求 其實我過去處理這個罷工事件裡頭 當然各種訴求都有 有一些訴求關係到自己的薪資 關係到自己的外戰加急 關係到自己的利益 可是這一次華航機師的 他們的要求 最主要的要求是飛航安全 那麼我認為對華航來講 飛航安全當然是不能打折扣的 你不能告訴我說 因為今天華航不賺錢 因為今天華航的EPS不夠高 因為華航的獲利有問題 所以在成本考量上 我沒有辦法在飛航安全上 給你更多的保證 如果今天華航的經理人 他應該要考慮的是 機師的訴求如果合理 我可以在不考慮成本的情況之下 我先把飛航安全做好 我的成本效益考量 我可以在華航其他的經營模式上 做調整 來提高我的華航的營運績效 可是現在我所看到的是 政府告訴大家 因為華航不夠賺錢 所以華航的成本考量 因此沒有辦法 答應機師的訴求 我覺得這一點不但是重重的 傷到了機師工會這些員工的心 更重要的是讓民眾 對華航開始有質疑了 說難道成本考量是這麼重要嗎 只要考量成本就不管飛航安全了嗎 第四個關鍵的問題是 空運是台灣對外最主要的交通管道 民進黨不能夠把這件事情 當作一個單純的勞資糾紛的 罷工案件來處理 因為一旦機師罷工 一旦華航的航運受到了打折 受到了影響 整個台灣對外的交通都受到了影響 這個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的 一個單純的公司的勞資糾紛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是 華航根本就不是一個民間公司 為什麼今天交通部 所有的主管官員 擺出一副兩手一攤 告訴大家說 這就是勞資糾紛 我們要尊重公司治理 那你派董事長總經理 跟派法人代表的時候 你怎麼不講 這是一個民間公司呢 為什麼派的都是你的人呢 人是你派的薪水 是你的人去領 然後最後出了事 你告訴我說 抱歉 這是一間民間公司 然後最後把責任 就推給了何暖軒一個人 好像千錯萬錯都是何暖軒 而且更妙的是何暖軒 還是你派去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告訴我說 從總統到院長到部長 到所有上上下下的官員 沒有一個人叫得動他 這講得通 說得合理嗎 如果今天民進黨認為說 最後把何暖軒推出來記旗 這件事情就了了 那麼我認為 民進黨這次搞飛機的結果是 下一次他的政權又被搞掉了 從華航這個事情 跟比較 這個蔡議員剛上台的時候 針對空服員的態度 我相信各位觀眾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的出來 這個在民進黨的心目中 勞工真的是最軟的一塊嗎 我覺得在民進黨的心目中 勞工是最好利用 最好操弄的一塊 因為他知道 台灣的勞工人口數字 非常的龐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年金改革裡面 他是怎麼樣的去操弄 去刺激勞工的情緒 說你看軍工教比你們領得多 對勞工多麼不公平 同樣的手法我們看到 可是在年金改革裡面 最快破產的勞退的基金 他不去改 他不去碰 到今天為止要提早一年破產 這就是你所謂的改革嗎 最艱難的 可能碰出選票的 他通通都不去碰 而那個時候 為什麼要對空服員那麼好 為什麼一呼百諾 為什麼七項要求 全部都要照單全收 最後再發現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四項跳票 很簡單 因為空服員那時候 搭上了蜂巢 搭上了什麼蜂巢 搭上了就是利用勞工 來做政治鬥爭的蜂巢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政黨輪替 很嫌棄 很嫌棄什麼 很嫌棄裡面華航 還有很多的主管 都不是我新潮流的人 都不是我民進黨的人 剛好慎逢其會 剛好慎逢空服員 這一次的罷工 我可以來做一個總清理 我可以利用這次 空服員的罷工 假裝跟勞工站在一起 然後還講說 若不是忍無可忍 誰會希望來罷工 演得好像一副 真的民進黨 永遠都是跟勞工 站在一塊的形象 但是再從這一次的 這個機師罷工 大家還會覺得 民進黨是最貼近 勞工的一塊嗎 恐怕早就從一粒一袖的修法 最後修回原點 而造成了勞工也好 老闆也好 消費者物價漲價的 三輸的狀況 這次的情況也差不多 明明就是去年中秋節左右 已經開了勞資協商 早就知道他準備要罷工了 你民進黨在幹什麼 你民進黨在忙著選舉 大家都很忙 忙著選舉 然後選完到今年了 過年期間要罷工了 還在忙什麼 還在忙著選完以後 馬上明年又要選總統 又要選立委 所以民進黨永遠都很忙 他永遠都忙著選舉 他永遠都沒有時間處理正事 他永遠忙著在當網紅 希望透過網紅的方式 向韓國瑜看齊 看看可不可以施政不利的情況下 我做做網紅 就可以把我的民調拉起來 這就民進黨在幹的事情 黃東部長在幹什麼 在忙著告在下必忍我 除了為了打官司要禁止言論 禁止所有不利於我們民進黨的言論 在電視台上頻繁的出現以外 還忙著當網紅唱歌 結果很可惜收視率不張 我說你是不是可以協調會 開了半天你告訴我們 你打算做什麼 到今天為止 又是一個多輸的場面 又是一個旅客 今天民進黨的想法很簡單 就說這些位置都已經是我新潮流的人 你這次的這個機師罷工 沒有辦法再帶給我什麼 獲得政治上的權力的機會的時候 那就怎麼樣 我告訴你很簡單 民進黨對付這種勞工運動的方法 就是利用輿論來把你交習 你可以看到各方的輿論 都已經出現了 出現什麼 出現對這次的罷工 不利的言論全部都出現了 比如說他不是為了 沒有過勞的問題等等 因為已經沒有位置可以換了 我何必還要挺你 所以我們的蔡英文 再次回到文青總統的角色 講那種不死不活 不痛不癢 隨便阿貓阿狗 就可以講出來的話 然後針對朱溫 為什麼態度就不一樣了 不是同樣平平都是民生問題嗎 因為朱溫議題裡面 我可以打共產黨 我可以打大陸 我可以打國民黨 好 到了現在為止 居然華航的這個裡面主管 全部都是你的人了 還想要用這件事情 繼續打國民黨 繼續打在野黨 說華航裡面 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人 所以請問一下 總經理是不是你派任了 這麼多主管 都是你派任的情況下 還敢睜眼說瞎話 把責任全部堆到在野黨的身上 既然是如此的話 我不知道我們需要這個政府 這樣的一個執政者做什麼 反正有位置的時候 你通通都要派 有責任了 沒有辦法推到對岸了 沒有辦法推到在野黨了 你就說這是一般的勞資糾紛 我們政府無力介入 既然你無力介入 那就請你下台好好休息吧